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宋雨琪背景曝光令人震惊 出道一年就上跑男,地位即将超越C位阳影 不知道大家对宋雨琪了不了解 作为一个2018年刚刚出道的99年小姑娘 宋雨琪这两年发展的速度确实非常快 主要还是得益于她参加了国内非常知名的真人秀《奔跑吧》 这档节目算是国内的国民节目 仍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艺人的名气 宋雨琪在韩国出道 出道一年后就成为了奔跑吧的常驻MC 这样的机会是国内很多知名艺人都不易得到的 可见宋雨琪是真的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资源 可能与她在国内的经纪公司有很大的关系 宋雨琪是好好榜样的签约艺人 这家公司旗下还有赖冠林、刘先宁 这些很多在韩国发展的艺人 这家公司与国内很多大型综艺节目 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包括《奔跑吧》、《创造营》、《青春有你》、《少年之名》等 在录制了《跑男》之后 宋雨琪名气大涨 甚至经常有艳压节目元老杨颖的势头 但无论是颜值、资历 两人都相差很多 杨颖只是演技不受认可 但还是有很多支持者 宋雨琪再怎么受欢迎 也不会超越杨颖 毕竟杨颖有很多严分 她的颜值在娱乐圈《众女星》当中 还是非常优越的 而宋雨琪颜值并不高 素颜的情况下看起来甚至有些斗鸡眼 很多网友都觉得她是兽版的 后助姐谢依林 大家觉得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跑男争论》背后 当宋雨琪与杨颖同上热搜榜时 后者便已经输了 万万没想到 本以日播牺牲的《奔跑吧》节目 还可以通过嘉宾间的对抗事件 引发全民关注 所谓的对抗事件 其实就是《奔跑吧》第五季的最新一期 杨颖与宋雨琪 因一段泥潭枕头大战 进而牵扯出一系列连锁事件 引起诸多热议 《泥潭大战》在《奔跑吧》系列中 属于很常见的游戏环节 双方相互打闹 你来我往 倒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联想的层面 然而杨颖经纪人秦川喜的一篇博文 令这原本简单的局面 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这篇寥寥数十字的博文 字里行间皆是阴阳怪气 内涵意味极强 逼者相信 任何一个人看到后 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奔跑吧》身上 至于原因也很好理解 杨颖作为《奔跑吧》的元老成员 对于节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近期 另一位女嘉宾宋雨琪回归 无疑会分散杨颖在节目中的曝光度 进一步撼动杨颖在节目中的地位 当然 宋雨琪早在《奔跑吧》第三季就已经加盟过 不过 当时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受众群 宋雨琪显然都无法与杨颖抗衡 自然就谈不上竞争 然而如今 宋雨琪强势回归 真正用意 或许早已不是甘做绿叶那样简单 尤其是在第四期泥潭大战中 宋雨琪对战阳影 全然没有流利 足以看出其锋芒毕露之处 经过以上种种缘由 许多网友猜测 秦川喜内涵跑难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初 秦川喜的发言并未引起大范围关注 直至两天后 即5月25日凌晨 《奔跑吧》导演姚一天 突然清空微薄 只留下一条好遗憾的动态 本身网友们就觉得 秦川喜亦有所指 如今奔跑吧导演又在线作秀操作 很难不让人把这两件事联想到一起 很快 此时在吃瓜群众的围观下迅速发酵 逐步走向失控 与此同时 杨颖、宋宇奇一登上热搜榜首 关于两人之间的瓜葛传闻 一度甚嚣沉上 舆论上 阴隐转向不利于杨颖的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 秦川喜早不辟谣 晚不辟谣 而是在事件面临不可控时 选择澄清事实 称没有内涵跑难 这样的澄清 未免来得有些迟了 从5月23日发表争议言论 到5月25日舆论发酵 秦川喜姗姗来迟的辟谣 更像是撇清责任之举 事情到了这一步 再去追求秦川喜内涵拿档节目 已无意义 至少在这起争议事件中 杨颖属于最大输家 事件发酵后 杨颖与宋宇奇同时登上热搜榜首 一定程度上 这对于宋宇奇是难得的曝光机会 而对于杨颖来说 与一位年轻艺人传出争议 无论舆论偏袒于哪一方 他都是彻彻底底的输家 最尴尬的是 杨颖尽管人气高于宋宇奇 但论公众口碑 确实是与后者差了一大截 这点我们从观众站队就足以看出 总结来说 杨颖这次还是挺被动的 无论是受经纪人牵连 还是确实与节目存在间隙 至少经过此次事件影响 其公众形象再次受创 恐怕要低调很长一段时间了 再来看看 宋宇奇到底有什么背景 宋宇奇为什么敢和安卓拉贝比开思 今天相信宋宇奇和安卓拉贝比的粉丝 都非常的愤怒吧 大家都战斗力十足地 在网上互相diss对方 甚至连安卓拉贝比的经纪人 以及跑男的导演都被牵扯进来了 很多吃瓜群众也是非常好奇 宋宇奇到底是什么背景 他为什么敢和安卓拉贝比开思呢 小编今天就来揭秘一下 宋宇奇到底有什么背景 宋宇奇作为跑男节目中的新人 大家觉得他应该对于节目中的 其他几位老前辈很尊重才是 特别是他和安卓拉贝比的关系 一直都备受大家的关注 在和安卓拉贝比相处的过程中 应该更谨慎 结果没想到 宋宇奇并没有表现的小心翼翼 反而在回归的第一期就鲜声夺人 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宋宇奇的不送分量 因为比安卓拉贝比多太多 引发安卓拉贝比粉丝的不满 前两天还只是宋宇奇 和安卓拉贝比粉丝之间的互私 现在似乎又上升到双方的团队 有消息称 两人现在私下里面已经开私了 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可能两个人中 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跑男 安卓拉贝比之前在娱乐圈 可是很强势的 来参加节目的女嘉宾 都很谦让安卓拉贝比 结果没想到 这次让安卓拉贝比 遇到了一个硬钉子 当然大家也觉得 宋宇奇肯定是有什么背景 才敢在安卓拉贝比面前这么刚的 宋宇奇为什么敢和安卓拉贝比开私 网上有小道消息说 宋宇奇是跑男导演姚一天的女儿 这个从年龄上看肯定是假料了 还有人说 姚一天是宋宇奇的粉丝 所以自然偏心宋宇奇了 当然也有人爆料说 宋宇奇经济公司比较厉害 也有人说 宋宇奇是富二代 家里面有背景 传闻很多 但是宋宇奇的靠山到底是谁 还没有被扒出来 宋宇奇回归跑男被骂 砸杨莹脸遭粉丝炮轰 内娱综艺怕是玩不起 集综艺就口碑大翻车的艺人 地情商还没素质 在韩国那会儿装得挺好 回国就惹怒了好几家艺人和粉丝 闹出不愉快的对家粉丝 已经举报了六千条 与节目PD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唉 够狠 怎么就被骂到这个程度了 赵就先来看看主人公 宋宇奇 韩团GI-DLE的中国成员 在奔跑把第三季 作为新鲜血液加入 后来因为新冠疫情 缺席了一段时间的录制 等到第五季开播 终于回来了 引起争议的内容 全都挤在他回来的第一期 有多糟心呢 总结下来就两条 一说没轻没重 吓坏了一众内语艺人 艺人一登场就砸来一个瓢 把陈飞宇弄懵了 游戏还没开始 就随便用大炮轰人 把李晨都给吓趴了 净前面 佢 遗